亚洲新歌榜,王源是骄傲,益阳千禧是英文单取Nothing to lose 然后双方的粉丝自然都卖力打榜,而王源的骄傲居高不下 益阳千禧工作室表示,王源方刷数据打榜,从而导致了双方粉丝开始大战 在11月25日,益阳千禧后援会官博微博称 关于某一人在警亚洲新歌榜,警打榜数据异常,严重影响正常打榜规则,破坏榜单公平线等相关问题 后援会已反馈至工作室和阿特亚洲新歌榜,目前阿特微博音乐正在进行数据调查 对于机器刷榜行为会做出清分处理,请各位粉丝知悉,并继续进行监督 最终的结果是,王源方面在11月30日发微博声明,骄傲亚洲新歌榜 打榜声明,阿特亚洲新歌榜,英贵榜第19周榜单,公布结果严重失实,与真实打榜数据不符 其榜单结果有为公平公正,恶意拖延,偏颇立线,且打榜期间更改规则,反复无常 意欲揭明,王源威吧,特此声明,原家今后中断与亚洲新歌榜相关的所有打榜事宜 此后亚洲新歌榜有关活动意外不参与 这次的打榜事件使得TFBOYS王源,易阳先喜双方的粉丝争吵撕逼大战 只怕TFBOYS王源,易阳先喜的粉丝之间的争吵,怕是要愈演愈烈 TFBOYS固然人气无敌,不输当红小鲜肉 但组合发展早已呈现颓势,王俊凯,王源,易阳先喜 每次都以组合的名义被打包销售,推掉大量个人邀约 难怪天涯上早就有质疑传出,时间久了,维粉不满 组合内部也是矛盾重重,单非因